把触碰到的物质同化 改变身体分子结构的超级异能力 不久前 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通过到一个神秘物件 方箭杯 任务是完成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明明把手机同化成龙胎 才拿起来方箭杯 竟然还是被侵蚀感染 这可怎么办的 所以这样下去 铁道早晚跟女神也一样 被侵蚀致死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 准备对着前面几个揉络线线时 一名能拯救他的神秘女神 就见了 他拿出各种物质 都无法排斥手臂上的方箭杯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女人 向他打开了一盒神秘戒指 一一能排斥方箭杯的日子 当然了 作为条件 雷娜希望铁蛋拿出方箭杯 作为交换 然而铁蛋从来不想武功 一抓手 拿走了雷娜的眼睛界 最可把雷娜弃得不想 然而宁有这种小人莫得罪女人的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神秘区告密 没想手上方箭杯的威力全说了 原来方箭杯早在上个时期 就被九头蛇发现粗活 触碰过他的人 无意兴趣 也没人知道这东西究竟适合来历 九头蛇的怀特博士 拿着方箭杯去做各种人体实验 在几乎涂灭了整个粗装为代价后 他终于找出了这名神秘女 经过各种残务的状态 我是意外法师 这名女神秘区的 而且还能藏成功劳 为过多久 我只能用各种手段 把她能力转移到这一场 恐怖宣言 这种是谁 公共突然开枪打云 原来他复仇刑机 不顾局长的命令安排 算不成功了 斗鞋冲突然下起破甲击枪 对别的铁带打云 男人不公共无理的安排 下起狙击枪 对准正在交易的贴旦 随着一声枪响 破甲弹划破长空 狂狂贴 其威力足以击分 六个人的血液 此之的铁带尽到枪响 密码的脱口 身体同化成了比斗鞋还用三倍的外出兵器 接着 男人下门了 冤枉没用的鞋冲突然进入场 神秘女子雷纳 突然剪走了她们没来得及交易的动作 大场队 完破都完全不是主打的队 没一会儿是被打倒在鞋 但确实撤离 一场队 神经一大击 神灵巨大快跟鞋冲突然 他外出兵器插进了血量 兵器抑制了他的身体 全满血 幻变成各种不同的材质 最后终于控制住 另一边 雷纳看见眼前无数人都在争夺的放剑杯 缓缓伸出了双手 神奇的是 他居然也对放剑杯免疫 不仅毫发舞 呈现出不知名的神秘酒